我們來關心 在廟裡的公館 有農民為著要保護他的農作物 這附近就是人家說的山地條 在山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小隻的山魚 正腳到胸 而且掉在那裡 目前有先幫他治療 而且待他更好的時候 才做壓迫 也提起民眾 如果自己大隻大魚 這附近去上海到壓省棟物 這種是違法的行為 會讓采花了 這隻小隻山魚 住在那裡 好像是很疼一日久 早沒看 原來是讓農民 是在偷偷寒季縮掉 農民冠軍給他透開 但發現他躲遍的政客 受傷很嚴重 正人作為給他搬去家 哪會安打 哪會過一晚 希望人家好快 原來這隻小隻山魚 雷沙讓人發現 住在廟裡公關鄉 保護我們一個孫仔魚 民眾跟農民發現後 趕緊要透過 因為看他腳受傷 把他帶回去治療 但好事後才壓迫 我們等牠再好一點 我們會把它放回去山裡面 一定要往地下 吃那最新長出來的新鴨 牠最喜歡吃 那已經長出來 牠就不喜歡吃了 有苦味 所以說山豬是 非常非常聰明的一個動物 農民也很無奈 說牠的孫仔魚 正如山豬來病 每年孫節差不多兩三下 最佳的申請放特殊 希望降級隆順 雖然也沒法19條有規定 不經過事後 不應該對亞生動物 抬、鱗 不過21條有過規定 農民和這些原住民 應該在主管機關協助後 有條件使用寒劑 要讓這麼多亞生動物 受到傷害 動部團隊擔心 特殊寒劑 很容易吃到 會傷害這麼多亞生動物 你很容易取得的話 你是不是很容易去使用 操到之後 然後一掙扎 牠會上下拉扯 牠會把牠的皮肉全部都刮掉 剩下一絲骨頭而已 動部團隊說 也沒法在特殊寒劑 幾番吃不清掃 國家上吃得不好減固 造成接触的困難 應該證明禁止使用 這人比別亞生動物 又受到傷害 記者綜合不讀